地铁站挤满民众寻求掩护 现场男男女女和孩童 穿戴郁寒的帽子 后外套和连衣帽 脸色英语的作者 因为外头空袭警报狂想 俄军再度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攻势 俄罗斯这一波攻势摧毁 乌国东南部多动民宅 并引发大规模停电 尽管乌国防空系统 几落多枚俄军飞弹 但还是造成伤亡悲剧 不过在同一时间 俄国出面指控乌克兰 空袭俄罗斯西部 萨拉托夫地区 一处空军基地 酿成人员伤亡 以及两架战略轰炸机受损 根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 爆炸事件疑似是 无人机攻击造成的 相继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很显然这起攻击事件 并没有让总统普丁特别担忧 因为他依然亲自开车 视察连接克里米亚半岛 与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大桥 并听桥梁维修作业的简报 且跟建筑工人有所交谈 这座重要桥梁在今年十月 受到爆炸攻击后 俄方紧急抢修 并已经恢复通车 欢迎新闻孙玲林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